还记得上一期咱们背的那个杜甫的绝句吗 写春天的诗 十日江山丽 春花花草香 对妈妈今天就得给你教一招 让你把诗背的牢牢的 不能上礼拜背的诗 这礼拜就忘了 什么好方法 这招就叫做古诗心编 干嘛呢 就是用你自己的话 就咱们现代人说的话 把这个古诗再给翻译一遍 但是要还加一些特别美妙动听的词 不能说杜甫给我们五个字 我就翻译成七个字就完了 知道吗 你要把诗人藏在里面的那个逻辑给说清楚 妈妈告诉你 这个方法呀 能让诗妥妥的在你脑子里 知道吗 好 咱先试试 持日江山丽 你用自己的话怎么说 日子长了 日子长 对 它是白天长了 然后呢 江山丽 江山丽 就是山都漂亮 对 大江大山都越来越美丽了 对不对 但你要这么说啊 你就发现杜甫埋的那个东西 其实你没有看见 杜甫埋了一个什么东西 知道吗 为什么白天越来越长了呀 一个时间点 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开篇其实就要说时间 杜甫没说 但它藏在诗里头了 是什么时间知道吗 嗯 不知道 你想想啊 什么时候开始 白天越来越长了呀 早上亮的早 晚上黑的晚 那只有春天来的时候 才能这样 知道吗 然后春天到夏天 白天是越来越长 所以实际上它第一句话 持日江山丽 意思就是说 春天到来 白天越来越长 然后呢 显得这个 我们能欣赏 大江大河的时间 也越来越多 也变得越来越美丽了 得音